据港媒报道 全智贤去年7月宣布怀孕十星期 之后他全面停工 专注安胎 只出席过两次公开活动 甚少让怀孕的模样曝光 而目前就有人目睹全智贤同家人 在圣诞节时就去济州岛过佳节 估计他趁生产前抽时间同家人聚会 知悉见到全智贤的人都称他当日素颜上阵 又大赞他是最美的孕妇 韩国媒体爆料称全智贤将于下月生宝宝 事实上一直都指全智贤的预产期在今年初 算算时间下个月也差不多 不过韩国艺人的传统就是不会高调宣布生子消息 大多都会等生完之后 确定宝宝和妈妈一起平安后 先会向媒体发放消息 保平安